山水的家常米呢 现在被爆料说是用劣质的进口米 来冒充台湾米 农粮鼠的部分是已经要求 业者要下架回收 今天这些情形如何 马上连线于你 好主 那么现在呢 米厂这里虽然说他们昨天呢 已经大动作出来说他们作业 书是坦诚错误来道歉了 但是今天呢依旧可以看到 这个米厂的工作人员呢 他们是依旧静静出错 生产过程呢丝毫是没有受到影响 不过呢在今天早上 他们的工作人员呢是接受了 接受了不少这个退款过的电话 来看一下正常情况 这是正常的米 我们的米食都是OK的 它只是包带跟它的内容 不符合而已 不符合我们政府的规定 现在目前的话就是山水家常米 这个产地它写成台湾 它其实是外进那个 越南进口过来的 因为没有毒啦 那如果有毒人家当地人民 不就都毒死了 那么可以看到一大早呢 是阿伯骑着摩托车 带着这个还没有吃完的米 赶紧来换货 因为他知道 他所买的米呢 其实里面啊 一粒台湾米都没有 全部都是进口米 那么现在业者呢 虽然说已经坦诚舒适了 不过根据了解 他两年内就被抓包了 这个18次 虽然说呢 没有标示 没有标示是进口米 标示台湾 已经严重违规 被农粮署呢 依照罚还 来处于20万元的罚还 并限期的一个月内 要来改善了 不过可以看到 这个米厂员工 他们依旧呢 是工作呢 还正在进行当中 那么这也是农粮署呢 史上最高的罚还 那么继续呢 这个农粮署也会继续来 抽烟追踪 像就是现场的情况 时间镜头交还给 朋友们主播 看到山水米呢 用进口米来冒充台湾米 现在呢 竟然还向客人说 这个米其实吃不死人